另外欢迎收看10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府为了感谢首位桃园地区官兵的辛劳 并且探视花莲县及子弟在迎服役的情况 县长徐真卫12号率领代表团到陆军航空 第601旅以及陆军特战指挥部展开禁军以及探视翼南的活动 活动中县长徐真卫在民政处处长明良 和花莲县军人服务站站长包德义的陪同之下 向陆军航空第601旅以及陆站特战指挥部 两个单位制政团体卫文金 并未免约20名花莲县级的一男制政卫文金 那今天特别来看我们花莲县主书的理想背景 真的很辛苦 但是无论是任何的原因 既然从军保家卫国 我们就把心安定下来在这里 那有任何的需要就可以跟家乡 跟中卫阿姨说好不好 那另外今天也特别来请托我们的将军 还有我们政材主任 对于这个旅乡背景 远到桃园来服务的我们花莲的孩子 给他们多所的照顾 影响花莲的孩子 乡下的孩子 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的单纯 就是肯干实干 却受教 但是可能比较不会说话 表达年利不是这么好 然后更是愿意服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将军或者是我们长官的指挥 我想这是服从 这个就是我们花莲 这个代价 所以希望国家能够好家庭能够安定 所以再次谢谢将军 透过亦南的探视 县长代表全体乡亲 将深厚的关怀知情 传递给这些长期离乡务守的勇士们 希望能够凝聚全民的爱国 爱乡的共识 厚持我们的国家的无形战力 记者蒋邦彦 桃园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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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